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 一支一不确定度的简介 它的后半段 关于不确定度的B类评估 B类评估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介绍的A类评估 是由测量多次以后 然后去算出这些数据的离散程度 也就是标准差 最后再把标准差去除以更好n 这样得到的一个不确定度 是A类的不确定度 那讲义在第十一页 或是各位可以去看课本 它有举一个例子 它说如果小明 它去称体重 那称体重 它发现称第一次 称第一次的时候 体重积显示65.8公斤 然后称第二次的时候 体重积也是65.8公斤 称到第十次的时候 也是65.8公斤 那难道说小明的体重的真值 真正的值就是65.8吗 那你难道说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称十次都是65.8 那我们的平均值呢 也会是65.8 那如果平均值是65.8 那我的标准差在算的时候 就会是零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平均值 x bar上面加一横叫做bar 如果说平均值是65.8公斤 然后又跟每一个数据一样 那x1-x8公斤 加000... 你在做标准差的时候 就会发现标准差为0 那这样子有点不太合理吧 难道说小明的体重真的就是65.8公斤 可是可能在这个区间 但是因为体重计他可能只能测到 小数点下第一位的公斤 他可能只能测到0.1公斤 所以他就自动的把这些 做一些45度的动作嘛 所以最后才会变成65.8 对不对 所以小明的体重不是真的就65.8 000000 不是 而是他其实有可能是一个范围 可是这个范围我们现在的仪器 受限于仪器 所以显示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 要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用不确定度表示出来 那就是属于B类的 B类的不确定度 B类评估 那这个 只要知道这个概念以后就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没有要算 没有要证明 只要知道说其实B类评估呢 他其实就是 仪器的最小刻度 或是仪器精确度 仪器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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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测到这些范围 每一个数字 就比如说我从 65 以这个为例 从65.75 到65.84的中间每一个数字 65.74 65.73 到65.83 这些数字我都测到的几率都是一样 如果说我测到这些数字的几率是相同的 那我就可以去推出一个 这个二根号三出来 就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仪器精确度呢 通常呢 通常呢 就会由说明书标示 由仪器的说明书标示 或者呢 或者就是仪器的最小刻度 那以这个例子 以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范例2这个例子来说 它的最小刻度呢 就是2mm 就是2mm 所以 这一个雷射测距仪 雷射测距仪的 B类不确定度呢 就会是 我们这里换个颜色好了 雷射测距仪的B类不确定度 它就会是 2mm 然后去除以 2-3 那结果就是 1-3mm 2-3mm 2-3mm 那大约是 0.57735mm 那这个除上一个无理数 它会是一个 小数啊 无穷小数 那我们要取几位 才可以呢 我们会跟 A类不确定度一样 我们取两位有效 那关于有效位数 我们有机会再讲 取两位有效以后 就变成了0.58mm 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B类不确定度 然后呢 它的高度显示结果是2.60 2.60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就要写成 2.600公尺 加减0.58mm 可是这两边一个公尺一个毫米不行嘛 所以要统一成同样的单位 那就会变成是 我们把这个毫米换成公尺好了 这个毫米就是10的-3次方公尺 所以0.58mm 就会变成0.00058公尺 所以最后实际上的表示 就要表示成 2.600 可是要对齐到 小数点下第五位 就12345 然后再加减 0.00058公尺 这个就是最后的 表示的测量结果 所以整段我们的重点就是 仪器本身有它的不确定度 那它的不确定度呢 如果你把它当成往前算往后算 我们测到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值 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值 我们测到它的几率都一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不确定度 是仪器的精确度 除以2更号3 或者是仪器的最小刻度 去除以2更号3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